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为自己带来了一人传的灾难 非力士境内已经有好几座城市都陷入蜀患和疾病当中 所以现在他们只要求助自己的祭司和占卜师 询问要怎么办才好 虽然这些江湖术士原本信奉的都是别的偶像 但上帝仍然可以透过他们来让非力士人知道 耶和华只是掌管一切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读《萨姆尔记》上第六章 《萨姆尔记》上第六章 耶和华的约会在非力士人之地七个月 非力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 问他们说 我们向耶和华的约会应当怎样行 请指示我们用合法将约会送回原处 他们说 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会送回去 不可空空地送去 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 然后你们可得痊愈 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 非力士人说 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 他们回答说 当照非力士首领的树木 用五个金制窗 五个金老鼠 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 都是一样的灾 所以当制造你们制窗的像 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 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或者他向你们合你们的神 并你们的田地 把手放轻些 你们为何硬着心 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 神在埃及人中间行歧视 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 他们就去了吗 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 将两只未曾富二 有辱的母牛套在车上 使牛犊回家去 离开母牛 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 将所献赔罪的金物 装在匣子里 放在柜旁 将柜送去 你们要看看 车若执行以色列的境界 倒不是迈去 这大灾就是耶和华 降在我们身上的 若不然 便可以知道 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 是我们偶然遇见的 费利士人就这样行 将两只有辱的母牛 套在车上 将牛犊关在家里 把耶和华的约柜 和装金老鼠 并精致窗向的匣子 都放在车上 牛执行大道 往博士迈去 一面走一面叫 不偏左右 费利士的首领 跟在后面 直到博士迈的境界 博士迈人 正在平原收割麦子 举目看见约柜 就欢喜了 车到了博士迈人 约书亚的田间 就站住了 在那里有一块大盘石 他们把车劈了 将两只母牛 献给耶和华为凡计 立位人将耶和华的约柜 盒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 放在大盘石上 当日 博士迈人将凡计和平安计 献给耶和华 费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 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 费利士人献给耶和华 做赔罪的精致窗向 就是这些 一个是为亚石图 一个是为加萨 一个是为亚石基伦 一个是为加特 一个是为以格伦 金老鼠的树木 是照费利士五个首领的成义 就是坚固的成义和乡村 以及大盘石 这盘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 到今日 还在博士迈人 约书亚的田间 耶和华因博士迈人 善观他的约柜 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 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 百姓因耶和华 大大击杀他们 就哀哭了 博士迈人说 谁能在耶和华 这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 这约柜 可以从我们这里 送到谁那里去呢 于是打发人 去见激烈耶林的居民 说 费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 送回来了 你们下来 将约柜 接到你们那里去吧 感谢神 他亲自带领约柜 回到雷色列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在欢喜庆祝之余 有人因为好奇 就擅自投看了约柜 忽视了神的圣洁 神的约柜 来到博士迈 原本是他们的祝福 但是他们却没能 把握住机会 反而和费利士人的 举动差不多 一被管教 就把约柜视为烫手山芋 只想赶快送往别的城市 措施了侍奉神的机会 亲爱的朋友 神是爱我们的 就因为他爱我们 所以让我们明白 哪些态度才是正确的 面对管教的时候 的确有时会很想躲开 但让我们彼此鼓励 别将真的爱 远远抛开咯 而是一起在神的爱里 成为更好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苏 求你使我明白 什么是正确的作为和态度 让我在你的爱中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我们 祝福你在圣经里 看见神爱你的心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祝福你 那也那些人 我们有时候